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輪到我琳琳和大家由夜講 以下節目含有間接宣傳 大家就聽得多了 近年來電視節目的播放直入式廣告 已經成為常態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 大量網媒新媒體的崛起 亦都影響資訊廣播的形式 和營銷的策略 在這麼激烈的環境下 傳統的電視廣播頁 逐漸受到挑戰 唯有想盡辦法開拓多收入的來源 直入式廣告亦除之而產生 因應電視市場的形勢來改變 通訊事務管理局 在2018年修訂了業務守則 放寬了電視節目播放直入式廣告的規管 政府能夠走出固有的觀念是好事 不過電視廣播業界的人士 與我反映手則依然有灰色的地帶 譬如直入式廣告要表達的手法 符合自然而不突突突的原則 但甚麼為自然而不突突突呢 就真是見仁見智 另外當局對於播放廣告的形式 仍然有不少規管 譬如廣告不可以和節目有混淆 亦都為電視台的經營環境 還帶來不少的掣肘 直入式廣告其實已經在世界各地相當流行 放寬為規管 就成為國際的一個趨勢 在這個問題 我提出的一個書面質詢 商經局回應的時候 就說今年2月份 會完成對於免費電視牌照的中期檢討 因應傳統廣播業營商環境的困難 去檢討如何優化現行的節目 廣告的規管制度 我歡迎政府今次的做法 建議當局要定期比較內地 甚至韓國之類的鄰近地區 對於電視廣告規管的機制 和條文去檢視和優化現行的制度 既可以為電視廣告業 製造更加靈活 更加有利營商環境 亦都可以為廣告業界 開拓更加大的創作空間 推動本港創意產業的一個發展 今天多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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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